宝贝们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例情二 哇刚才有一只神笔在老师的后面写下了这样的一些数 下列偶数列当中究竟有多少个数呢 我们会发现中间这个地方省略号出现了对吧 OK那这一道小题 二四六八 一直写写写写写到五十八 同学们你当然可以把它先写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数对不对 但是乐乐老师我可不喜欢 好了这一道小题除了把它写出来一个一个数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先教给大家动动脑筋来尝试一下 请我们小朋友暂停视频见 宝贝们想好了吗 哦哟哟特别棒 审题要点 我们会发现呀 这道小题呀在问大家这数的个数 对吗 哎思路飞体来看一看 有的时候呀 分组的确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所以呢 乐乐老师接下来呀 我打算分你分组 怎么分组呢 请看这里 我们都特别的清楚 从一开始连续的自然数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相邻的两个数 之间是相差一的 一二三就这样 哒哒哒哒往后走 注意了 连续的自然数 从一开始 你报几 就是有几个数 几个例子 从一开始我就写啊 连续的自然数 一二三一直写 比如说我写到了 写到了多少呢 哦写到了一百吧 那你告诉我有多少个数啊 当然就是一百个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会发现呀 这道小题 我呢也想往这里面去添一些数 我呢 想把它变成连续的自然数 好吗 所以你告诉老师 那二的前面我需要添谁呀 特别棒 当然是一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没错吧 那好了 我们继续吧 五十六 注意了 怎么样 根据前面的 咦 我们会发现 都是在他前面去添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自然要添五十五了 没错吧 好 那这怎么样了 五十八的前面 我可以添个五十七 对不对 现在呀 我就把原来的那一串数 变成了自然数列 没错吧 从一开始 一直到五十八 先动动脑筋来思考一下 一共是有多少个数啊 当然是五十八个 非常好 那下边呀 同学们 我们想算的 毕竟是这些红色的数 他的个数 那么老师打算来分一分组 怎么分组呀 诶 说对了 两个数 两个数 我呢 就把它看成是一组 好的 你看我 哎呦 现在我会发现呀 每一组当中 都有一个我要求的数 没错吧 那本题实际上 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了 我如果能把这个组数求出来 那本题就搞定了 想一想 准备了 我们要把五十八个数 按照每两个数一组去分 看一看究竟能分几组 怎么劣势啊 除法的含义出来了 那就是五十八怎么样 哎 除以二 非常好 五十八除以二 如果有一些同学没办法口算的话 别忘了我们讲过的数式五字口诀 上一节课刚说过 伤 成 减 比 弱 非常好 那五十八除以二能不能迅速的帮助老师算一下呀 特好 应该是二十九 没错吧 注意了 这二十九可是我分的组 所以我这个地方先写一个组好不好 当然没问题 那又知道每一组当中会有一个我要求的数 所以下面我还要写一部 那就是一乘以二十九 很好 每一组当中都有一个我要求的数 一共是二十九组 一乘以二十九就应该等于二十九个九K了 因为呀 我们现在还没有学过等差数列的一些公式 所以我们小朋友目前一定要掌握分组法 好吗 OK 我们以后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呀 乐老师会讲等差数列的一些相关的公式 那个时候我们再做起此类问题来 那就会非常的简单 不过分组法 你听明白了吗 接下来呀 跟着我共同来看一下电子版的解答过程 注意了 先把有一些数添进去 使得它变成的是连续的自然数 好不好 这样的话 共是八个 然后我打算呀 注意了 没两个数一组 好 于是我会发现能分二十九组 每一组当中有一个我要求的数 所以最后一乘以二十九 那就是二十九个 怎么样 分组法你学会了吗 嗯 好啦 那这一道小题呀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 下边啊 跟着乐乐老师来看一下 石老师点心 请宝贝们将分组法这三个字 迅速的记在你的脚印上吧